黄念族老居士 死后的去处 怎么不挑一挑呢 在《无量寿经》第35品 不知生所从来 死所去向 不仁不顺 希望长生 慈心教诲 而不肯信 苦口于语 无意欺忍 心中闭塞 亦不开解 大命将中 悔聚交致 不欲修善 临时乃悔 悔之于后 江河疾乎 天底之间 五道分明 善恶报应 祸福相成 身子当之 无谁待者 善人行善 从乐入乐 从名入名 恶人行恶 从苦入苦 从名入名 不知生所从来 生从哪儿来 不知道 死后到哪儿去 这个事 这个事可是个切身的问题 将来要到哪儿去 总得有个去处 这不能不想 不想 也得有个去处 人不总想挑个好点的事 挑个好点的地方 挑个好点的结果 做什么 做什么都要挑挑拣拣拣吗 唯独这个事 怎么不挑一挑呢 这到哪儿去呀 不仁不顺 没有仁爱之心 不是何顺 希望长生 所以这帮人 一听说练气功 曲柄延年 这已经就跟风了一样 多少人就跟那儿练啊 一群一群 一对一对的 他就是想多活 留恋这个肉体 希望在世间上 能再多喝几杯 慈心教诲 而不肯信 你很慈心去教训他 去劝他 苦口婆心地跟他说话 他不肯信 无意其人 对于这个人 一点好处也没有 他听不尽 心中闭塞 他心中是一个满气 他那个瓶子有个瓶栽 你往里头割干布 你割不尽 闭塞 意不开解 就是这个意识里头 他坚持己见 不能开解 大命将终 等到寿命快完的时候 这个时候 悔恨和害怕都来了 交致 不欲修善 临时乃悔 不欲先修善 到临时你在后悔 悔之余后 江河 江河疾乎 在后头 在后悔 你来得及吗 这个就说这第五样了 所以天地之间总起来 这个五道分明啊 这五种道路很明白呀 善恶报应 忽然之后 忽然间又得点好事 这就是因果很错综在里头 神自当之后 都是你自己来承担 没有谁能替你的 该生病 该开刀 甚至于要受种种折磨 甚至于有人身上插五根管子 插了很久很久 这位法师插了五根管子 插得不可耐 太痛了就拔掉 拔掉之后 别人又给塞进去 这么长的管子都是血 这个苦 没有人能替你 只有你自己承担 善人行善 从乐入乐 从名入名 善人所行的都是一些善道 行的都是些善的事情 从乐入乐 他这个行善本身就很快乐 说为善最乐 什么快乐 你做善是最快乐 那远远不是那喝一杯的味道 今天真正帮助了人 今天真正是做了好事 是利益了众生 这个是最快乐 从名入名 从光明再入光明 咱们行善 这就是从乐再得乐 继续又再修善 你这就是光明啊 最后能得到往生极乐世界 那就从名入名 那永久的光明了 大光明了 可是恶人可不是这样啊 恶人就行恶 他是从苦入苦 他做的是苦事 上次我就说过一次 看见这些人在狂欢 我在年轻的时候 始终都觉得 所以星期有许多什么典礼 后来我都不去 年轻的时候不能做主 妈妈说要带着去 只能跟着去 等到要征求我意见的时候 我一律都不去 这些结婚什么什么 我看着都是苦 那些什么狂欢啊 什么事 可悲 非常可悲 不要等息在人空 那座苦事就更苦了 从苦入苦 只有再得到今生来 生受更大的 更苦的结果 最后入到地狱 入到地狱之中 更是互相残杀 地狱中的牛头马面 要来责罚你 而地狱中的众生 你碰了我 我碰了你 互相报复 就跟咱们公车上 你捅我一下 我捅你一下 最后就要掏出三棱刀子 来扎一刀 他的苦就是这样 你看咱们放生那个麻雀 他互相就灼脑袋 都灼破了 因为他很苦 他不能飞翔 他就恨彼此互相就灼 灼成一个一个脑袋 全是破的 在地狱中更是如此 从苦入苦 从明入明 入在幽明里头 一天比一天黑暗 这种情形 谁能知道 唯独有佛知道 所以这些事情 只有佛才能开导我们 真正说得出来 佛就用佛的教言 开始众生 但是能够信 能够接受的非常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